听到这里,我无法安坐下去了 呼的一声,站起来,来回踱步 又在想,竟然这是 我一直都知道小白与谢姑仇交情很好 但我不知道小白同谢姑仇说了这番话 当年小白自派成功伤心回到青秋 为了不触及伤心处 应该也少和私命和成郁联系 家中长者更加不会提及 普天之下,多少亲朋好友不能诉说自己的苦楚 反倒与萍水相逢的谢姑仇说了自己的伤心事 她憋得有多辛苦,不觉一阵心疼 我都尚且这样心疼 何况是小白的父亲 不觉又回头看了看白亿 发现她用手抹了抹眼泪 从怀中取出斯帕,给白亿递了过去 凤九自那次醉酒后,她便不再喝酒了 直至有一日谢姑仇来了一趟青秋 似乎跟凤九说了一些事 凤九的心情才好一些 笑容也多了一些 我见她逐渐恢复了 便与她娘出外云游 可后来再次回来之时又发现她下凡 即便只是下凡数日 但天上一日 凡间一年 她下凡几日 在凡间度过数年 也不知道她在凡间过得怎么样 就知道那一日她从凡间回来 头戴白沾花 满身伤痕 应是法力反是遭罪 我问她为何下凡 她只是哭着说 我不该下凡 我知道那段时间 正是帝君下凡历劫之时 我也猜想到凤九下凡不会因为其他原因 只会因为帝君女 听白亿这话 我回忆了下凡历劫归来后 我与小白见面的情景 不觉又想 我当年下凡 究竟如何伤了小白 以至于小白当年这样悔恨当年为我下凡 难道她当年的伤心比起在太成功回来之时更加伤心 但我自立节回来后 也时常感到心中追星之痛 莫非当年小白所受的痛楚 比我当年所受的痛楚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为何她再次见我之时一直避开我 正在我思索 又听到白亿说凤九凡间回来后 恐凤九心生忧郁 我曾为他寻觅一个如意郎君 苍蝇神君 但凤九为了聚婚 竟生生拆了别人的神宫 还将苍蝇神像给砸了 我自知凤九心中一直都有敌君 即便后来我再给他安排相亲 再也不再逼他了 白亿这话提醒我 既然许诺答应给小白一生自由 就不能食言 我点了点头 说上神不必担心 本君亦不会逼迫小白做他不愿意之事 白亿看着我 一脸感激 又说道 帝君 凤九这丫头平日被我宠坏了 如若他不愿意 如何逼他 也没用 所以请帝君多多包涵 我看着白亿 坚定地说 小白是本君的帝后 本君自会如同上神宠他那般宠他 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 说着 我给白亿添了一些茶水 白亿点了点头 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茶 抬头看着我 眼神复杂起来 方才 我也听奉九说 他在范英谷误入蛇阵中的阿安若之梦 是帝君卸下九成法力救了他 我看了白亿一眼 认真地说 小白是本君挑的帝后 他设限 本君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白亿侧头想了许久 深深吸了一口气 才缓缓地说 如此 我便放心交奉酒给帝君 见白亿终于答应了我与小白的婚事 心中一阵激动 看白亿 郑重说 上神不必担心 本君自会护小白周全 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 白亿满意地笑了笑 缓了缓 似乎想起什么 紧张地看着我问 帝君 你方才说的要带凤九去碧海苍林 可是真的 白亿现在忽然这样问起 让我十分不解 见我没说话 白亿又说 方才凤九的娘亲担心凤九 便特意请折言上神威凤九检查身体 发现凤九元神似乎曾经受过重伤 折言的医术是四海八荒一绝 他肯定肯定可以检查得出来 既然如此 也没必要再隐瞒了 我看着白亿 说道 当然 没有什么比小白身子康健重要 碧海苍凉灵气比起外界纯净许多 最适合元神修养 白亿感激地看着我 点了点头 嗯 如此 甚好 想起前日小白同我说要生两个狐狸仔 此时跟白亿说 他肯定很开心 便笑了笑 跟白亿说碧海苍林风景优美 最适合休养生息 白亿点了点头 拿起茶杯 浅着一口 我看着白亿古板的脸上逐渐舒坦了起来 便凑到白亿身边 笛声说 小白说想要与本军生两个狐狸仔 什么 白亿将手中的杯子蓬的一声放在鸡岸上 瞪大双眼看着我 关切地问 凤九想要生两只狐狸仔 我静静地笑了笑 点了点头 白亿看着我 激动地说 那岂不是我要当老爷了 白亿激动地沉浸在憧憬和回忆之中 自言自语 想不到 凤九一转眼就要当娘亲了 想当年她刚出生才那么一点 缓了缓 她扭头看了看我 似乎意识到她方才的话 有些夸张 低头压了压心头的喜悦 才抬头看着我说 那帝君 我现在多派人手 着手安排十日后的大婚事宜 说着 白亿给我拱了拱手 转身就往门口走去 见白亿这样心急 我朝门口提了一句 本军已经让仲林安排了聘礼 明日就可以送往青秋 今日本军便带小白去往碧海苍林 大婚前才回来 白亿扭头看了看我看我 没开眼笑 好 大婚知事交由我们就行 帝君你可安心带凤九去碧海苍林 我笑了笑 又说道 有劳上神了 门外传来一阵白亿的爽朗笑声 哈哈哈哈 不要